来到高雄市议会前抗议 一度要进去找市长踹供 但却被远景是踩了人墙阻挡在外 双方爆发了推挤冲突 有人尖叫有人跌倒 还有阿北市两度被远景拽出去 后来有莱茵的议员协调 部分民众进到议会 却又因为被绿营的议员呛瞎 双方又爆发言语冲突 详细议会见市长看映群众跟警方人墙 我推你党 推起过程中还有人像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白发老伯有够怒 因为两度想硬闯都被拽出去 气得只问远景跟你又没仇 4号上午高雄市议会市政总质询 群众不满城中城大火烧死46条人命 市府只推戴罪羔羊 要市长负起政治责任 在兰姻议员带领下 群众顺利进到议会 原本只是想喊喊话 分定性的 只要市长出来面对 我们很好说话 不满背酸市长休息事前又演变成群众跟绿营议员对呛 城中城大火烧进市议会 总直询首日场内蓝绿真风 外头场面更加火爆 记者刘命伟 蔡五言高雄报道